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什么事啊 这么惊慌声措的 这可不像你啊 大少爷 廖钟死了 干得好 没想到金二这小子手还真快 不是金二扳的 什么 金二去的时候 廖中已经死了 怎么回事 难道他还惹了别的什么人 我现在已经派人去调查了 不过大少爷 我觉得这事有问题 太巧 不会有问题的 那个姓廖的平时就不知道收敛 哪有钱味往哪钻 什么生意都想插一杠 以前还不定得罪过什么人呢 哼 这就叫天助我也 可是大少爷 放心吧 到这那边 你还得再笼络一下 姓廖的之所以能插上一腿 说明他们对咱们放心得还不彻底 你现在就去叫人来 让他们看看新货 去吧 是 老爷 老爷 您醒了 老爷 您手 您手 我就不用帮我 我找人 你很招待啊 我不想帮你们 那你去走 我还要得争 我还要得争 这一步 来 你们想哪儿数人命呢 夫人 你还是先回吧 免得丢公认起疑心 你们放心吧 毕竟我跟他生活了十几年 我有办法对付他 倒是有一件事情 一直在我的心里解不开 什么事 以萧俊生的性格 他蒙了不败之愿 一定是不甘心的 为什么 他会在牢里自杀 我也觉得奇小 确定是没罪的 他怎么不畏惧自杀呢 李公认曾经告诉我 说有人花钱买小老板的 那自然是不会给他机会 变败脱罪的 这黑手到底是谁呢 哎呀 一直刚好查得清楚 夫人 还是先回去 你不 你万事要小心呢 是 这个局长夫人是谁 先生 有人有警察 要查一下 这个人是局长夫人的关系 是 夫人 我只能送您到这儿了 你自己多小心 明轩你长大了 我真替你爹高兴 今后不管有什么事 你可以来找我 我会帮你 夫人 谢谢你 聂儿比你小四岁 如果他还活着的话 一定长得跟你很像 在我的心里 你就像是我自己的孩子 我走了 走 走 小事儿 好办好办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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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大回来了 回来了 回来了 在哪儿呢 在楼下呢 我的夫人 你这跑哪儿去了 怎么一夜都没回来 在家憋的话 出去散散心 散心能散得一夜不归啊 你知道吗 昨天我派人到处找你 什么百花楼茶院 这些地方都不见你的人影 你在哪儿过的夜 去灵光寺了 灵光寺 你做了太多的亏心事 但是我去菩萨那烧烧香 替你消除罪孽 好啊 夫人 有这份心意 倒是我的福分 昨天你收到了一个匿名包裹 所以你就跑出去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个包裹 也许是王贵的人送来的 里面有一只死兔子 我看了很害怕 所以 所以你就想到去灵光寺了 原来是这么回事 让夫人受到惊吓了 这个王贵 就知道弄些小伎俩来吓唬人 不过 你不用担心了 他再也不会出现了 他怎么了 这个你不用管 总之 我已经处理完了 我说夫人 我们是 十几年的夫妻了 有什么事应该移至对外 你可不要对我隐瞒什么 我没什么可以隐瞒的 不像你 什么事都不对我说 有些事你不必知道 你只要做好我的局长夫人就行了 好了 我看你也挺累的 休息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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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说东川去了百花院 是啊 大少爷对东川特别的客气 我想那的深意肯定跟东川有关系 原来他们早有勾结 这帮日本人怎么哪都有他们 姐 你千万要小心 凡是有日本人掺和他从来都没好事 你也要小心 虽然现在大部分真相已经搞清楚了 但是理工人背后那个人还不知道是谁 他们这么狠 万一发现你 我知道 倒是你在王府千万要防着大少爷 他刚把婉菊甩了 正像恶狼一样四处寻找猎物 如果这个时候你去求他 那不正中他的下怀吗 也许这正是一个机会呢 为了给咱爹报仇 我必须说一声 明轩你放心 我会保护我自己的 方云最近好吗 我真要跟你说他呢 他瘦了好多 每天上完课回来 就把自己关在房间 不仅不跟我说话 连老太太都不理 我们再给他一些时间吧 我觉得 他不会把我们的秘密说出去 沉默就是他的决定 你把他给我叫出来 问问 这张支票是不是他给我的 赶紧叫人 我和你说了 我们大少爷他不在 你别在这儿无理取闹行不行 我无理取闹 今天你要不把支票给我对了 我就跟你围完 我还就闹了 赶紧给我叫人去 可拉姑娘 您来得正好 你这个女人说的找大少爷有事 你有什么事吗 你是这里管事的 就算是吧 怎么了 我和你们家大少爷 有些生意上的来往 你看看 这张支票是不是你们家药店呢 是我们家药店呢 怎么了 银行说你们家账户根本就没有钱 我去找你们家大少爷 可他一连几天都不见人影 他这是有意躲着我 我实话告诉你吧 我和他可不是一般的关系 这里是做生意的地方 我看咱们还是这个地方说话吧 好啊 到哪儿说我都不怕 小姐 小姐 看来你对我们王府不是很熟悉啊 怎么说 我们少奶奶根本就管不了大少爷 这些年大少爷在外面可没有少胡来 像你这样的事情每天都有好几次 可是没有一个人敢像你这样闹 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什么原因 哎呀 因为他们都知道大少奶奶脾气不好 还特爱较真儿 如果让她知道谁跟大少爷有染 哎呦 那谁的日子就不好过了 你在威胁我 小姐 我有必要威胁你吗 我说的都是实话 不过我也相信 你跟我说的都是实情 这支票确实是从我们药店开出去的 所以我要负责 如果要我来处理这件事的话 我只能让你拿到这上面金额的三成 你觉得怎么样 再加一成行吗 就一成 就三成 好吧 三成就三成 看回头怎么找三成 好 可兰 你可真是个天才啊 不但这药店给我打理得井井有条 就连这种事都帮我处理得这么好 好 好啊 大少爷 这只是权宜之计 人家说了 拿了钱还得找你算账呢 等他来啊 不识相就给他点苦头尝尝 看谁玩得过谁 大少爷我求你了 别让他再来了 我可不想整天替你处理这些事情 这要点的事情还做不做啊 我知道 你们女人都不太喜欢这种事 我向你保证 以后不会再发生这种事了 好不好 好 你跟我保证什么呀 跟你说实话吧 这老太太正在给我物色二房的人选 我看来看去 还是觉得你最合适 大少爷 你别开玩笑了 你看我像开玩笑吗 大少爷 你别开玩笑了 你愿意 你看 你进府这么长时间了 这上上下下都比较熟 而且 你又这么有能力 完全可以替我独当一面 等你过了门 这要点就交给你一大五 怎么样 大少爷 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些事情 那现在想起来得及啊 可兰 我知道 你是个老实踏实的人 我看上的就是你这点 知道吗 我过去 也没想过 要娶一个丫鬟做二房 考虑考虑吧 大少爷 我去对账了 shoulders 少爷 您回来了 李局长等你白天来 许老板 李局长不是应该很忙的吗 有点强工夫 让我这小王胡跑啊 大少爷说笑了 天大的事 也不及往复的事在 那今天又有什么事啊 我可没有再举个戏子 让你去图风报信 大少爷 听说廖老板的事了吗 有所耳闻 好像是睡得好好的 被贼给捅了一遍 这是表面安静 有人也说这里边 还有别的情况 哦 还有什么情况啊 听说 在石里乡的警会上 大少爷和廖老板也过不愉快 有点事了 有啊 我看他不顺眼 想叫醒叫醒 怎么了 真是太巧了 您刚撂下话 要把他做掉 转头呢 他真的就被做掉了 您看这 你的意思 人是我杀的 我可没说 大少爷是什么人 别人可以回忆 我怎么敢呢 还有你不敢的 李公正 我看你这胆子越来越大 背拢这种事 你也敢上门来质问我 你不想想你算老几 别忘了 你这警察局长是怎么当上的 我告诉你 别说人不是我做的 就算真的是我做的 你也得乖乖地踢我 屁股擦干净 你这是什么话 大少爷 本来我是好心给你透个气 外面的风生锦对你很不利 看来大少爷硬气得很啊 根本就用不着我操心 倒是我多事了是吗 你别跟我玩这套 什么风生锦啊 分明是你底下人嚼舌头 你回去告诉他们 别忘了警察局 这么多年的开销福利 有多少是我纳不文公的 你让他们收好了 俸禄就踏踏实实办事 别在我背后捅刀子 既然话说到这个份上 我也不好多说什么了 今天呢 就算我是来错了 您好自为之吧 老家问一下 怎么最近一个星期 都没有菊老板的信呀 他病得很重吗 老板说往后两个月 都不给他排 他得了什么病啊 不知道 上次来还挺好的 说话走路都不碍事 就是不说不笑 跟变了个人似的 大家把手抬起来 对 山本要拉圆 来 崩起来 抬手 把手抬起来 他山本讲究的是 抬手不能够找 对 挺好的 他还好好的 说到熊西鲜 你为什么不让我把手抬起来 我没有不唱 我没有不唱 我 我 唱不了我 可伙计说他身体好好的 你为什么不让他唱戏 小狱 我 小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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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出來了 是想放棄玩具 重新培養一个萧老板 住手 不是提萧老板 谁都没有资格提萧老板 唱不唱戏我说了算 今天把玩具关在路 不让他和外界结合 让他的世界里只有舞台 只知道唱戏 现在你说声不让他唱 就不让他唱了 太子死 就是你把玩具给毁了 说什么 玩具复充了一切 是谁 是谁 是谁都会玩具 是谁都坏了他的心呗 那女孩子 心的清静是非的 死了身子他还怎么心清静 为什么要害他 为什么要害他 现在他回来 唱不了戏了 你们满意了吧 是谁伸了身子 你站住 谁伸了身子 我玩具呢 你说话呀 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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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你在里面 你出来呀 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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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你果然在这儿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为什么忍着 文君 我没有保护好你 对不起 我发誓不让你像肖老板那样被人欺负 可是 我们要走吧 你们怎么都这么说了 我爹也说要保护你 你也怎么说 其实你们都错了 我就是一个戏子 你对台前风光 让人取乐的戏子 被人欺负 那是早晚的事 谁也保护不了我 不 婉君 不 婉君 你不要轻见自己 不管发生过什么 你都是我见过的最纯洁 最可爱的女孩 你就像一朵菊花 谁也毁不掉你心里的纯洁 心里的吗 纯洁 只要你忘掉那个人 忘掉一切 你还是婉局 我不管别人怎么想 在我心里 你永远都不会变的 我 我留着我 不被人远都不会变的 也会去哪儿 我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你 你 你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你跟他已经快撕破脸皮了 不动他就不麻烦了 现在不是满清 他不就有个虚名 再就是有俩臭钱吧 现在那些当官的 哪个不是自扫门前雪呀 他就是真进去了 你看谁会管他 让我再想想 你还想什么呀 你现在不搞垮他 他再搞你就晚了 柔佳 他这怎么了这是 前两天王贵的事 弄得他情绪不好 我可告诉你 这次一定要置他于死地 不至于吧 可以 我把话放着 这次机会错过了 你让他逍遥了 你肯定会后悔 夫人 刘警官来了 夫人 你俩干什么 李工人和宿闯店 你在楼上呢 夫人 你还不知道婉局的事吗 婉局怎么了 大少爷 大少爷吩咐 把这些交给你 以后药店的事 你可以说了算 他这是什么意思 你就没有劝劝他 不要让他再胡思乱想了吗 主子做的决定 我不好说什么 你很明白他在想什么对吗 我们大少爷很难相信一个人 如今他把药房的生意都交给你了 说明他对你真的上心了 你怎么还说这种话 你明知道我不在乎什么药店 我知道 但是如果你还继续在王府待下去的话 你只能这么做 那可不一定 可兰 我再问你一句 如果你和你弟弟查出王府 和萧老板的案子有关 你会怎么办 你在担心什么 担心药店在我手里 将来 我对王府不利是吗 都到这个时候了 你还替王府着想 那你为什么不像大帅也告密呢 王府 王府对我有恩 可我也不想收回你 真是个好名字 我不管 王府这孩子 我是看着他长大的 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 这次他受了这么大的委屈 你一定要替他做主 小王爷你平时拿他没有办法 你这次抓他 是名正言顺的 好了夫人 你就别再逼我了 现在外边的舆论 已经让我够挠头的了 你们兄妹俩呢 又轮方轰炸 我不逼你 我能逼谁呀 李工人我告诉你 如果你是个男人 就要替婉君做主 如果这么连小伤你都办不了 我这辈子都看不起你 好 反正我也受够他了 为了夫人 我这次 就算是豁上去了 什么 你不接受做我的二房 为什么呀 大少爷 我在府里可以发挥我的才干 替你经营好生意上的事情 就像罗管事一样 做您的左膀右臂 但是让我嫁人做仪太太 我做不到 可爱 你想过没有 这福里福外 有多少女人做着美梦都想嫁给我 你要走出这一步的话 就算是登天了 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 可这不是我想要的 你想要什么 好 你想让我把你给扶正了 是吧 不是 我出身低微 我从来没有想过 嫁给大户人家 我只想靠自己的能力 混口饭吃 行了 这些都不算是理由 依我看 你要么是没看上我 要么然 你心里就有别人了 可爱 跟你说实话 我看上你也不是没有理由的 根据我这些日子的观察 你是一个看上去朴实 其实内心极有主见的人 你不像少奶奶 看上去精明 其实就是草包一个 我看上的就是你的主见 我希望你能把这个家撑下来 等老太太一过世 这个家的实权不都在你的手上吗 可是大少爷 没有可是 可爱 我知道你现在转不过弯来 没关系 你还有的是时间考虑 但我希望 你下次就不会拒绝我 啊 下去吧 下 BO 你 可以 快 快 快快快快下车 快 快 快 这是拉伯文 拉伯文到 滚 这位警官 你是拉伯文 你找我们大少爷干嘛 早点有事 让他出来 谁找我呀 你就是拉伯文 我你都不认识 你新来的吧 拉伯文 你因为谋杀料钟被捕了 这儿来也不令 插我 哈哈哈哈 抓起来 插我 啊 啊 他妈找死你们 我没说公公干事 你别 放我特屁 放谁的公啊 你把李主任给我叫过来 你见我们局长啊 神经的时候你自然就见着 带走 哎 哎 你找错了吗这位习惯 你第一次误会了吧 放开我 我这是李公正 看我怎么收拾你这群帮妈的 这下可乱套了 这是他的报应 恶人自有恶人魔 可李公任不一定能给他治罪 治不了罪也没关系 李公任已经把他得罪了 我就不相信 他以后会给李公任好果子吃 姐 你最近盯着王府 没准这又是咱们一次机会 我站在陈楼观山景 耳听多城埋乱纷纷 小奶奶 今天在车开车开车 白公管 这还用问吗 没脑子 是 大嫂 干嘛 我哥的事到现在都没有着落呢 你只有闲心去打牌了 瞧瞧你跟我说话这口气 老太太跟大管家他们在屋里商量事 连听都不让我听 我干嘛还自找没趣 再说了 老太太能量那么大 你用不着我操心不是 她好歹是你丈夫 对她连这点情意都没有吗 怪不得她整天往外跑 听你这意思 你哥哥在外面胡混 那还是我的错了 我没有说他对 但是你也有错 我说大小姐 你这张嘴可越来越厉害了 在这个府里能教训我的人已经够多的了 你呀 你还是省省吧 我看你 你穿成这样 你这也是要出门 你这口口声声的那么关心你哥 在这个时候你也往外跑 我爸那这是正事 到你这儿就成正事了 我说方云 嫂子劝你一句 你这成天跟不三不四的人搞在一起 早晚有一天 你捅的娄子比你哥还得大 大少奶奶 大少奶奶 车备好了 走 老大少奶奶 他们说了不许去报 那人到底是不是他杀的 有什么关系啊 关键是得早点把人保回来 这个李公人背地里肯定有人给他撑腰 要不他怎么敢这么明目张胆的 跟我们王府作对呀 老太太 我查了 这个廖家的社会背景确实硬 和他也有关系 而且他们跟日本人也有关系 他们有人 咱们也有 要不让那个东传出面 不是 大公家 像这样的事不能随便说的 现在局势这么紧张 和日本人的关系运死毙也好 你怎么这么糊涂啊 我这不是着急吗 郭天啊 你背车 我要去建立公认 老太太 您看您的身子 要不 我去吧 是啊老太太 这种事 您吩咐我们去办就是了 好 那您就带我去吧 本属于是 兵官 雷洞 看看这堂壺了 二伞 澄的糖 我只能来一口 就能把这个 这百年优惨 我给你带路 我而来 公自去 室 秦太人 我来 光伄 致死不作我国祖 致死不作我国祖 打倒日本帝国主 Year 还我活山 致死不作我国祖 致死不作我国祖 打倒日本帝国主意 打倒日本帝国主 Health 还我活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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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老师 行动了 好 那你这里去 快去吧 好的 那你们也是 走 好 追 好 李公正 你把我抢过来怎么刚才见过呀 吃上棒就打了你 谁都敢打 小王爷 你消消气先拿一口水吧 小小气 小小气 李公正呢 让他来见我 王八蛋 你先让我亮了他你看你也是很没心 你是王八蛋 看什么 大少爷你看 让您受苦了 受委屈了不是 你个李公正 连我你都敢抓 我倒看看 今天你怎么解释这件事 大少爷 我也是迫不得已啊 您知道 廖老板家的 他们家的背景您清楚吗 听说 听说关东军到了他们的地面 都得给他们面子 我也是过意压力 没办法呀 我不管他们关东军 这是关东军地盘吗 你少拿日本人来吓唬我 你看 我真不是吓唬你 现在外面的女人对你非常不利 酒会上那么多人这么说 还有人看见 廖老板被杀罢了 丁儿在附近出国 跟丁儿的关系 在城里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 这所有的证据都指向您 廖老板 您说我在想 我只好让您过来坐坐 就是走过场也得走不是吗 放你娘的狗屁 你要这么走过场的吗 有这么何向市场压着我走过场的吗 有把我关在这儿走过场的吗 我还不了解你 廖老家到底给了多少钱呢 啊 给了多少钱啊 这话您就说错了 我向来是秉公办案 一条人命 怎么能拿钱收买呢 你做什么大一巴狼啊 这些研究光给你收了多少钱呢 你自己算算 现在你跟我玩阴的啊 李公人 少爷 请您注意说话的言辞 没有证据的话 最后还是少说为明 我李公人办案做人 向来都是厉害的 过去有些时候 我对您照应 也是看在王府在百姓中的声望和地步 你 说得比畅来好听 李公人 你不当戏的真是吃财了你 哎呀 大少爷 请您戏弄 您知道 您惹的这官司实在是太大了 我李公人未卑言利 您照付不了你 只能委屈你几天 您放心 我一定尽力替您洗脱协议 您好了啊 要好好照顾 我的对大少爷有任何不敬 是 我看你敢关我啊 你敢关我 我让你前面兜着走 你试试 大人 上方给您的几点 李公人 不行啊 要是什么学生运动 一天都都不安心 你安心不良啊 李公人敢抓我 让你一辈子都不安心 走走走 快走走 快看 走走走走走 快看 我们站在那儿 快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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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吧 快看 快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兄弟们 上逢有令 让我们马上取提学生运动 恢复街面秩序 不能再让学生们这么瞎闹了 现在我命令全体准备出动 拒散学生 如有反抗 立即逮捕 发现那些带头的组织者严惩不怠 是 出发 方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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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天不能出去 为什么呀 全城的警察已经出动了 要取缔学生运动 像你们这样带头的 是会被抓的 那我更要去了 学生们是无辜的 方云 你听我说 这次不同意忘 国府跟日本政府已经签订了秘密协定 要取缔华北地区一切抗日活动 这次他们是动真格的 刘明轩 你太让我失望了 多少人为此抛头颅洒热血都在所不惜 知道这么一点消息你就害怕了 你以前的血腥去哪儿了 你让开 我必须给我的学生们在一起 不行 今天我说什么不会让你出去 我不能也看你往枪口上撞 刘明轩 你干嘛 你放手 干什么这是 不受 大管家 把他轰走 我要出去 大管家 今天接着不太平 我就是来送信来 大小姐要是出去 弄不好会输人命 你看着办吧 大小姐 大少爷现在被关着 外人又乱的喊 你还是少出去这个乱事办 我办的就是正事 我必须去 而且我哥的事我根本就帮不了忙 大管家 你再不管出了事 你怎么向老太太交代 不信 把大小姐给我拉回去 是啊 别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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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起来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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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地方 超轰的 滚 你看 日本人 小妹子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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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不能讓日本人欺負了 對 上 好 劉淑的 冥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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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 姐 怎么是你啊 你终于醒了 你把我急死了 幸好啊 老蒋跟你几个同事 把你谈回来了 他们去药店告诉我的 怎么样 还疼不疼啊 告诉姐姐 是谁打的 是日本人 姐 方云怎么样了 你放心吧 她已经躲过一劫了 幸亏你去了 我走 你们两个人 这是方云 不是王府的就好 你不也一样吗 如果罗天不是王府的人 就好 二 方云 方云 你怎么来了 他的伤 有没有好些 你放心 他也曾醒过来 应该没什么大事 方云 我觉得你们俩的事 还是当面说清楚的和我 我先回府了 你快去吧 看你上队阳 不让我不去 自己倒去了 你怎么这么傻呀 我说不让你去 可我没说不管那些学生们 还疼吗 对了 老夏怎么样 我去问过了 组织上已经把他转移了 学生们都说要不深你 留下就问你 我日本人太可恶了 方云 我不是有人出什么能救的话 估计咱俩再也见不上了 我错过你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 我只要想到你的身份 我就忍不住怀疑你 你还在吗 我也还在 我干嘛你想 如果我不生在王府的话 我没有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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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顺其自然吧 那把他给我掉了 他妈干嘛你肺毛是吧 你脆毛发呆 这有没有 哥 哥 我 我 你脆毛发呆 你还好吗 童韵 你怎么才来呀 哥 你还好吧 我能好吗 这地方臭能熏死的人 你就忍忍吧 大管家和罗天都已经在想办法了 一定会把你保出去的 那他们快点 磨蹭什么呢 我一分钟都不想在这待着了 知道吗 哥 你跟我说句实话 那个人的死跟你到底有没有关系 你也来审我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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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告诉我 要不我心里不踏实啊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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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踏实了 你没骗我 你们生意上的事我是不知道 可是你们的手段 我多少可以猜到点 我都跟你说了 没有 你到底是不是我亲妹妹 连亲哥都不相信了 我告诉你啊 你来干嘛呢 你要是来亲我的 你现在你给我滚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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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就回去 让他们准备好东西 马上就给你送过来 让你少受点罪好不好 这才让我亲妹妹说的话 你们快去吧 知道了 那么快点 我知道了 快点了 谢你两人 甭谢我 要不是廖家的威势 我才不会去动这个麻烦我呢 因为兄妹俩 就值得给我找麻烦 我说 下一步 打算怎么做呀 怎么做 删了两天 然后放人 什么 放了他 怎么着 你真以为我会给案子的罪名 把他逼了 他可不是兄 他 你真放胡桂山 也想不怕他报复你啊 他又不少把你 在我手里握着了 他不敢把我怎么样 他不敢把我怎么样 他 听肉家说 晚居 精神已经好多了 你啊 就当他被蚊子盯了一口 能忘就忘得了 我找你是有别的事 你 你说 这是 让刘杂队查的刘文轩的等案 为什么要这个 我一直怀疑 白花楼闹鬼的事是刘文轩干的 还有 他对萧老板的事特别感兴趣 经常说出一些让人难受的话 另外 他总想刺探点什么 他 他 他怎么会这样 你 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我开始 一直以为他是因为万局冲过来的 后来我发现事情没那么简单 这小子总想把事情弄大 我看不会吧 他在局里 经常在我的身边 也没发现什么刻意的地方 我说局长大人 对人还是小心点 上我的事情很大 局长大人 有人要见你 谁呀 好像孟夫的大管家 知道了 我应该是真的 这有事 很厉害 你 大管家 您这是做什么呀 打开 这也太 李局长 我们家老太太这两天身体不太舒服 所以就没亲自前来 你看 这些够不够买我们大少爷一个清白 请坐 我们家 我在任这十几年也算见过不少宝贝东西 像您家老太太这样大手笔我还是第一次见过 只是 只是我还是不太明白您的意思 李局长不用紧张 其实我们老太太只是想请你做个中间人 我们老太太知道 廖家的家底也算雄厚 可据我们所知 那个廖中在他的家族中也算不得什么重要的 就算他有些伤痛 这些也应该够负评他了吧 您说是吧 恐怕 还得问问他们的意思才知道啊 那就请你亲自去劝劝他们 做人不能太贪了 难道非要老太太亲自出面解决吗 行 请回老太太 让他放心 我理公认一定尽理而为 得饶人处且饶人吗 我们老太太说了 有些人以为改朝换代 王府示威 那可就错了 老树盘根 那家这个百年老树 不是那些小臣小鬼们能推倒的 如果他们放手便拔 大人大人 明显你放进 怎么能跟王府比呢 请老太太一定反击 这事 就交给我办吧 那么 我们就等你的好学先 嗯 请你转告我们的本事 老太太在署上给他备了鸭经验 可别回了我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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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曲的邪样就赶紧回来啊 要不还让小杂子替你跑一趟吧 爹 我就想出来透透气三三心 嗯 那也好去吧 嗯 小杂子 唉 激冷点啊 唉 知道了老爷 走吧 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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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杂 放开他 老老实实跟我们走 妈的 唉 黄树是个死 老子活不了 也得拉个垫被子 赢小猴子 小杂 叫他呀 小杂 你怎么了 乖乖乖 乖乖投降 否则老子就不客气了 老子从关外一直跑到这儿 你少是用你们欺负 想让老子投降 好 那就让这位小姐 会给老子一起去戒严吗 让他 严生 有话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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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子 小飞 小飞 小飞还没走 啊 小飞 小飞 什么怎么办 走去 往后退 老云 法局 你没事吧 小达子 别怕危险了 我们赶快走吧 快走快走快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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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把我的人放了 你干什么 还想害几条人命吗 你快点把我的人放了 如果你不给我活路 这俩小妞就是你害死的 我的人是有限度的 赶紧放了我的人 快点 我别乱来 我的罪过去更大了 快点放了我的人 快点 别乱 放人 快 快 给我放人 你也给我放人 行 别担心 好 赵贵子 你不 你放我 你不走 你不走 快走 眼而无信你 我就眼而无信 别动了 不许动 把枪都放下 快下 放下 你去 小姐 走 走 你追啊 追追了 伤了大小姐 那麻烦就更大了 躲开 躲开 你们几个啥都是饭桶吗 抓我的时候当利落 碰着真的土北 就变成立邦窝囊废 光天万人之下 居然把人给我抢走了 小婉姨 事出紧急 大伙呢 也是怕伤了大小姐 只是现在已经失去了绑匪的踪迹 那你说 这事该怎么办 你说怎么办呀 传承给我搜啊 我告诉你 我妹妹没事做你 出了事我大 今朝就朝跟你一块算 那她怎么这么快就没放出来了 早就要到的事了 老长 怕清了没有 这帮绑匪里到底什么来路 大人 这些人是从关外来的 先两天接到通报 关外捣毁一个土匪 逃跑的人流窜到房间 昨天晚上是我的人 按照要求协查抓人的 没想到会出这种事 这些人都是些杀人不眨眼的王命徒 赶紧拿主意啊 完全还在他们手上呢 要不然就晚了 行了 您少说两句吧 我这不正在想办法吗 李工人 我妹妹比我脾气还不好 这帮土匪又是些王命徒 时间一强难免起冲动 你赶紧的呀 公主选局 所有的人都给我上前去搜 一定要搜出他们藏身的地方 是 快点都去了 等一下 局长 现在大小姐和局老板都在他们手上 如果大规模搜捕的话 只会逼他们铤而走险 请局长三思 那你说该怎么办 总得查清他们的下落吧 是 是得查 咱们可以外送内警暗中查找 什么暗中查找 要尽快解决问题就得给他们压力 大少爷 我知道您很着急 但现在大小姐和局老板都在他们手里 如果逼得他们苟机跳墙伤了人 到时候就智慧莫及了 你懂个屁 自古以来要消除匪患 就得靠高压 吓服他们胆才好 李工人 不管你怎么应对 我的人一定会尽力查找的 自己看这办吧 局长 别说了 就这么定 全程搜捕 是 小娘子 不知好歹 小娘子 你吃一口 你吃一口 老子从牙缝里抠出来喂你们 还不领情 不吃辣斗 我来帮你 揹死我了 你说 你说 会不会有人来救我们呢 放心吧 一定会有人来救我们的 就算别人不来救我 都没选 一定会来救我们 你 你是不是 特别喜欢的 那你呢 也特别喜欢他吧 喜欢 跟你一样 很喜欢 我没说我喜欢他 这有什么不能承认的呀 我们也喜欢男人 这是天经地义的事 这是我们的自由和权利呀 那小姐 你们俩说的话 都是一样的 来 来 你喜欢的什么呀 温和 让我觉得 很清静 他懂心 他懂我 你不懂我 你怎么厉害呀 刚才认识的 不是那么一个 在我眼里 他就是块 有丑有硬的石头 总是跟我堆着看 可是我就喜欢他这样 喜欢他从不妥协 像条汉子 有可能 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了 不会的 他一定会来救我们的 你说 他如果来救我们 他会先救谁 先救你吧 他肯定先救你 我敢打赌 我 我这辈子 是配不上他了 大小姐 你人好 又漂亮 又有文化 他 他能遇上你 是他的福分 还带什么福分 我们俩 才不可能呢 为什么 我老婆 这条 anybody Getting there 好 快去呀 好 是 不 摆花楼老板的女儿 还是个不小的女儿 另一个来头更大 是前勤顺王府的大小姐 我说他妈这么大动尴尬 原来是撑那俩妞 找回来 找回来 咱可以跟警察谈谈条件 让警察放了咱们呀 不 既然那俩小妞这么值钱 我们就大捞一把 大鹏 长官 你想法找到警察 跟他要五条枪 一百块大羊 否则就撕骗 您来 小马 咱们想到 顺手这么一捞 还捞了两条大鱼 当家的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咱不能把两个人 关在一起 得再找个地方 把他们分开 对 小马说得对 这可是咱们的宝贝呀 对 把他看好了 你能发到多少人 哎 你放下来 我 那是个大小姐 全程都讲话都能理想 找到电话以后不要听 画上去的 啊 老队长这么大 还没见过王府的格格 长什么模样啊 哎呀 你们二位 谁是王府的格格 谁是唱戏的 既然你都知道 我们是什么身份了 还不赶紧把我们放了 小心警察来了 让你吃了豆子走 这嘴挺硬啊 这么说啊 你是王府的格格喽 你以为这是王府啊 这我说了算 啊 啊 啊 怎么说啊 你是那绝了啊 啊 大家看看 啊 铲子都标志 把你的当手拿开 把嘴抖上 来 去 啊 啊 我一点贵旗都没有 还是绝招人喜欢的 要是在以前 我一定娶你做鸭带夫人 王家子 现在不是找饿的时候 赶紧找地方 香马 你怎么这么扫兴呢 老大尽管就没碰过女人 现在不是时候 什么时候是时候 他们现在是咱们筹码 如果出点事 警察真叫下针来 咱就不好办 香马 你一向瞅我就不睡眼 丢了寨子吗 你说我不听大家的话 我想玩个女人吗 还得你同意 这对我听谁的 当家子 你什么意思 我也是为了弟兄不好 你少废话 老的人你很久了知道吗 反正寨子也没了 不听我的滚 我跟了你这么多年 你就这么赶我走 不是我赶你走 是我攻不起你最尊神了 你以为你是谁呀 好 我走 但是有句话我没说 行有行归帮有帮归 你要这么胡来 有你的好果子吃 好自为之 小马 小马 掌柜呢 这小马可是咱出生入死的兄弟 你要跟他走啊 他以为他是谁呀 不就自己这样脑子好死一点 鬼剑脱一点 就想说了算 没有他 老子照样行 把他带走 走 画个地方 走 走 接着 快 快 抬起不见 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玩具也不能不管呢 当务之急是商量一个万全之词 商量什么 到底救不救 我告诉你啊 我妹妹要是三长两短 你这局长你别想当了 你信不信 老少爷 就算要救 也得商量个具体的方案呢 好 好 好 你商量 商量 怎么样 打听到玩具小姐的下路了吗 怎么了兄弟 不认识我吗 是你 是你 你当时救了我一命 我一直在找你呢 请问兄弟 尊心大名啊 要我小马就行了 谢谢小马哥救命之恩 别了 我问你 你是不是在找人呢 你怎么知道 我看到他们 我跟他们待在这儿 没想到碰到你的 咱俩可真是人 人是你们吧 胜不到 那咱俩可真是恩 sabes ㄟ 你b 在那 jornal 快 快快 你甭去了 在五屋喝茶吧 敢坐得住 太滋了 还不太好喝了 我也得给你玩去 这帮都飞凶悍的喊 死蛋可是不长眼哪 叔 没事 走你后边 你还没死我怎么舍得死啊 那是什么 这以后你打 什么什么的就是 你听到了 咱们要在城里投射 人人住的民房是聚好 聚好联系 这是满 seriously 二人 加警官 让他赶紧带人过来 就跟助 him 马哥 看来咱们能撑ieron 来 龙女官 龙女官 别动 都别动 中共老的杀了 你们的人已经脱小了 不能放下 还是能饶你不死 龙女官 别看下 没事吧 你们回来了 赶紧把人放了 当家人已经投降了 现在你们放了人 你们怎么了 你们放了人 闻女官 放了他们吧 他们都是我弟兄 就算我求你了 还不快走 后果有机 你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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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回事 我给你打点精 方云 你们几个到那边看看 你没事吧 是 怎么没事啊 看不见哪 往那 往那 小警官 我听说你去救人了 你跟我说 我救我妹妹是害了婉局 你怎么去救人了 你就不顾我妹妹死活了 我说你怎么恶人先告状啊 我是先听到你们的枪声 我才动手的 别在这儿强套礼 我告诉你 哥 算了 你就让我跟邮警官 说几句话 说什么呀 他都这么对你了 你跟他有什么好说的呀 快 方云 你等到你了 其实我早就料到了 把我和玩具放在一起 你只会先选择玩具 你怎么这么说呢 那我还能怎么说呢 昨天晚上我就在想 你如果不先救我的话 我就宁愿我死在土匪手里 可是后来意味着 我要是死了就再也都见不到你 你要是真死了 就不用面对这样的结果 傻瓜 你要是死了 就听不到我的心里话了 心里话 什么心里话呀 什么心里话跟我说吧 来等你回家呢 走吧 这宝强不是大小姐 大小姐 有什么话咱回家说吧 你快说呀 什么心里话 大小姐 老太太都快急疯了 走吧大小姐 快说呀 走啊 回来了啊 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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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英雄凯仙归来啊 不快别取笑我了 我都听说了 把提高板给救了 再来进来 我还可以说另外一边 你还不会到了 现在 说什么 正常好 主持人就回來了 就像是一樣的 主持人 馬上就過來 最怕是先進生意的頭腸 四個年向我做 八叔和衣服怎麼樣 正娘娘母親帶著你們姐姐 沒逃亡 餓死了好大 這個小子上來逃亡了 老二 老婆啊 你這時候上次怎麼了 老江快點 知道了知道了 你看你叫 我的天啊 我看我看你 我看你 我看你一直喊 來 文具怎麼樣了 好多了 剛才因為吃到驚嚇有點麻煩 小丹子哎 炭火盆炭火盆哦炭火盆 行了 人好好的 你別再破破媽媽了啊 你能使他命大 被被你和那個畜生害死我 哼 我不是也是被他們逼的嗎 本來呢 我打算派另一對人馬去搜 不過是讓劉明軒搶先了而已 這次還多虧了他 我正要跟你說有一件事了 他的背景啊 情況呢 人盪了案上沒什麼 家人喝進去 據說 他父親以前在京城當過關 是後者可怕 肖金一生 就是一雙兒女啊 這不胡說 這是十八年警局清楚了 你在河南餓死了 是 游民軒經濟了 應該就是對男舉動了心情 這愛女心切 走火入魔了 我看這事 暫且幫 真天氣神機鬼 我不踏實 啊 我有公幹的 姐 你先 怎麼有事啊 這來我給你介紹一下 這是小馬哥 我的救命恩人 小馬這是我姐 小馬你好 有件事情要跟你幫忙 什麼事情啊 你能不能給小馬找個活幹 這樣吧 我可以做主把他留下來 就去我們藥店幹活 就說他是我老鄉 哎呀 不過 既然是我們老鄉 那就得知道 我們家裡的事情 要不然別人問起來 會出錯的 沒事 我們來合計一下 來 我快快啊 你再把衣服都裝完 我快快快 小馬哥喝口水啊 喝口水啊老婆 你來姑娘 這人誰啊 她是我老鄉和親 我已經跟大少爺說好了 再借我們幫忙 出火 大少爺同意了 同意了 你出來以後啊 多照應一下 她剛來什麼都不破 這你就放心吧 快點 快點 破衣服的水 是嗎 這怎麼了 衣服都破了 掛的 幾乎啊 送我房間去 我幫你補補 行 謝謝客藍姑娘 沒事 我不要當我拿頸了啊 快點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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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又想在藥店裡混口飯吃了 那你好好學習 別指望著女人吃飯 我是不是靠女人吃飯了 我來告訴你了啊 可蘭是我們大少爺 你別想占著什麼便宜 你就是 你 聽她的私裡有規定 拜託的事就得罰 他那 胖子 你你回你幹什麼你 我玩去 吃個飯都吃不安了 好端端的你動什麼手啊 小馬是剛來的 你就不能多擔待一些 不知道怎麼回事 我當然知道是怎麼回事了 你說我是大少爺的人 你是說的別人聽的還是說你自己 你怎麼不說話呀 現在府裡上上下下 都知道我要嫁給東少爺 你真的就無動於衷 我只是王府的一個下人 就說了有用嗎 下人怎麼了 下人就不應該有自己的感情 不是真假了 就如你所願了 你要真的做了二少奶奶 那是如你所願 你怎麼說這種話呢 你明知道我心裡怎麼想的 你心裡想什麼 你就是不敢說 你是不是男人啊 我說什麼有用嗎 老太太現在已經發話了 這是王府定下來的事兒 我是誰呀 啊 我只是老王爺撿回來的個野孩子 如果沒有王府 我現在是死是活我都不知道 我托大少爺的福 我從小跟大少爺一起長大 大少爺想得到的東西 我從來都不會跟他爭 你 柳天 我看小馬把你打慶了 那兒子給您請安了 兒子給您請安了 你好些了嗎 我好多了 你和可蘭的婚事準備的怎麼樣了呀 我這不是還沒顧得上過嗎 這些日子膽雜的事太多了 你也真是 自己的婚事哪能這麼不向心呢 快點把小說的事兒都放了 現在咱們這個府裡邊啊 沒有什麼事兒比你的婚事重要的 哎 媽 可蘭要嫁給我哥 這事兒我怎麼不知道呢 就知道在外邊胡鬧 你知道什麼樣子 哥要娶二太太了 那可蘭答應了嗎 他有什麼不答應的 他一個丫鬟 能在我們府上當上二太太 這是他的福分 媽 這又是你們一廂情願了 據我所知 河岸已經有心上人了 他肯定不會答應的 到時候 你們是不是又打算逼婚啊 我現在就去找河岸 這孩子你又瞎做什麼呢 你是不是要把我氣死啊 陸川 對 可蘭呢 可蘭不在 那羅管師呢 羅管師在樓上 那你忙 哎 羅天 你心裡到底是怎麼想的 你倒是說句話呀 是不是已經商量好了 你倒是說句話呀 enough 你這樣니까 我沒有跟我說句話 我剛剛說話 我現在 我自己去和你 吧 既然你能 GO 那你也不想 你不行嗎 我這樣聽嗎 我這樣聽你 五位 那你不能認識我 你想過沒 可蘭她是你喜歡的聖子 這個時候如果你不站出來 她會恨你一輩子的 如果她掉進這個火坑裡 你就是這個幕後推她的凶手 那我該怎麼辦 你要是真有心的話 我就給你出個主意 你現在就到我媽那兒去 跟她說 讓她看在你那府裡 做事多年的份上 把可蘭許配給你 她要是不同意我再去做她的工作 我會聽你說話的 擔心的事情終於來了 這是怎麼辦呢 現在當我自己是他們逼著你嫁人 這可是一輩子的事啊 我不希望 你為了給天報仇再搭上自己的幸福 是啊 王府和爹的案子有沒有關系 他是不是背後只是理工人的黑手 還有百萬元秘密的正義 這到底怎麼回事都還沒有弄清楚呢 是 那你的安全怎麼辦 那你的安全怎麼辦 難怪小時候 不可以沒事 你到萬不得已的情況下 我是不會離開王府 爹 我倒是該聽你 你今天是人的主意不動的 盡量不要給自己的出麻煩了 知道了 大少爷 您找我 小马是吧 来来来 怎么样这天 我有干台习惯吗 大少爷 我知道 你找我来的意思 我是跟罗管事动了手 是我的不对 你要怎么发就怎么发 怎么回事啊 大少爷 这些小事 不足挂齿 罗管事都不计较了 你还在意干什么呀 我找你来是有别的事 我听说 你和可兰是同乡是吧 是 他们叫几口人 三口 三江 他还有个弟弟 他爹呢 那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我老是接 从小一起长大 这么回事 我找你来 就想让你帮我一个忙 我找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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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想让你帮我一个忙 你先拿着这个 我想你也听说了 可兰和我即将完婚 我想请你 和你们老家 给他的家人带个信 就说 新姑爷最近比较忙 怎么安安在这儿 再和可兰回去醒亲 你手里拿的银票 就是我的彩礼 大少爷 可兰 真的要嫁给你 不信啊 没有 我听人说 可兰不是还没有答应你吗 他连这个都跟你说了 听人说的 大少爷 要不这样 这银票您先拿着 等可兰回来以后再说放肆 你知不知道 你是在哪跟我说话的 啊 我说的话你也敢怀疑 那大少爷 我就是想 能见着可兰再说吧 哈哈哈哈 你还想见他 没机会喽 男人 啊 我来给我拖下去 扔在大街上 那我敢反告你给我拿 等等 呃里党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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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少爷 真好 什么不好的 这条例子我支持罚酒 我道道看看 我有个小兰 还有谁敢惦记可兰 还要谁敢惦记可兰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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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太酷了这个对 记者这熊黄啊哎熊黄 我偷偷 是担心我的安威吗 来 我不能找 我就没有感觉到 啊就连然不一样 那你说出来快说呀 人是不是一样的 好 你真真是蚊子 你真是蚊子 你真是蚊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确实是太懦弱了 我现在就去跟老太太说 我让她把你许配给我 是我不想的吗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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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小心小心 小心小心 小心小心 哎 四川哎 羅管師怎麼了怎麼喝這麼多 我也不知道 羅管師從不喝酒 誰知道跟誰喝成這樣 那你們先忙吧我來照顧他 哎 羅管師 你怎麼了你怎麼喝這麼多呀 我再給你拿杯水吧 怎麼了 你說怎麼了 對不起 什麼對不起啊 對不起 你在說什麼 我們之間不可能 不可能了 你不知道 你到底做事有多快 白雪 你該去地方的一層 別再吵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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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發生什麼事了 你快告訴我 快告訴我呀 我天生就是個做下人的 我天生就是個做下人的 主子怎麼說 我就得怎麼做 我跟著你這一起 我受苦了 他們 他們到底怎麼了 你怎麼說了沒有啊 到底說了沒有啊 他們就不給我說話的機會 你們就不給我說話的機會 不知道 不知道 不可能知道 不可能知道的 哥 快離開我 我真的很可惡 很可惡 別跟他們做對了 他們做對是沒有好結果的 沒有好結果 謝謝 他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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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太太這個時候給羅天欺欺 顯然是覺察到了什麼 姐 你們也太不小心了 我想來想去 只有可能是定理的伙計 透露出去的 謝謝 他們先是趕走小馬 然後又是給羅天提親 這雪人是在斷你的後路 逼你就犯 現在可怎麼辦呢 不能再等了 我們必須先從王府出來 這樣明仙 你幫我買明天早晨的車票 我們第一早過來就取票 今天晚上無論如何 我 我都要去百花院探個究竟 姐 百花院的秘密 我早晚會弄清楚的 你就別冒險了 不 我一定要親眼看看 他們在小院裡搞些什麼 這個秘密 到底跟爹的案子有沒有關係 好啊 我等著你 姐 你要小心啊 我沒有人 你沒什麼 我還是會再看 你不在乎 我可以把你拒絕 你不在乎 你不在乎 我可以拒絕 你不在乎 你不在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我来 我知道你对我这大烟作风一直都很感兴 你们告诉我 这里原来是做大烟的 怪不得了 怪不得什么 怪不得要掩人耳目是吗 我做大烟生意这么长时间 在府里还没有拧着就像干涉人的抢着作用 前前倒只有几个物场之类 那也是没有一个人活着 那些传说 被鬼掳去的妖魂 是被你知道就好 我们这做大烟生意的是不能让外人知道 哪怕走路一点点风声 都是要掉哪别懂 所以 为了保险我王府 这几个吓人的见面算个点什么 你是聪明 你应该知道 现在的处理 你应该知道 大少爷 什么都别说了 既然我误闯进来了 你该怎么办 就怎么办吧 可兰 其实 我完全可以杀你灭口 但是 我真是舍不得 这样吧 只要你告诉我来这儿的目的 我可以同心考虑 怎样 其实 也没什么特别的理由 你们一直瞒着我 越瞒着我 我越想搞清楚 如果以后我做了二太太 连你的底细都不知道 这不太合适吧 你真是这么想的 这么说 你已经考虑要嫁给我了 可兰 其实你说的这些话 我可以相信 你可以不相信 但我宁愿选择相信 谁让我就看上你了 你想想 如果我们成了夫妻 那就是一条船上的人 亦容俱容 亦损俱损 那个时候 我还有什么一样瞒着你呢 啊 大少爷 大烟这东西是害人的 你做这种生意 你就不怕折寿吗 我当然怕 可是我们做生意的 可是我们做生意的 我现在只要有你 我多活一天两天都可以 张少爷 老天 你来的正好 从今天开始 可兰就在正式加入我们 你可以在他四处走走 他有什么问题 你尽可以杠他 想到他在有什么疑虑 明白了吗 明白 去吧 可兰 我这么做 就是为了预表我的同心 你心里边应该明白吧 你心里边应该明白吧 你心里边有什么 你出发没想到 我要的成绩要复杂 就是我们这个做法 我做个问题 我们这个做法 你 你沒有命啊 你不是跟你死不住了嗎 這個地方跟你爹的案子沒有任何關係 是啊 用電來才知道 你沒有騙我 你現在知道已經晚了 你想想你 把照片換不好 啊 你你你你你 有爺爺 他不是你你他是可蘭 爺爺你怎麼不睡覺你跑到這兒來幹什麼呀 來來來來我給你出來來來慢點 哎呦慢點慢點慢點 哎呦別我跟你說了他不是你你他叫可蘭 啊你你 走走走放你回去睡覺去啊 但老師跟我說他吃 frankly 說了我不讓你瞎跑還瞎카i 我說了不讓你瞎跑還瞎跑 怎麼不聽話呢 你用爺爺爺跟您說了呢 不是你你啊不是你你 是麒麟 ON D 對 耶 你說多少回了 別瞎跑別瞎跑啊 遇到了怎麼辦 睡觉啊 睡觉啊 睡觉 主强 主强 这老人是谁呀 啊 室内的一个老头 从不回连连没人管 那时候也受了可怜 让他说他 我怎么做卷呢 没儿没女没人管 能够说错话 我怎么做 嗯 人生不能游走 乌香的鱼